2023年近日杭州亚运会田径女子牵球决赛 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如期进行 这场激烈的角逐成为了一场内战 中国队派出了两位顶尖选手 拱立娇和宋家苑 他们的出色表现最终让中国包揽了金银牌 这场比赛吸引了11名顶级牵球选手的参赛 每位选手先进行三次投掷 然后前8名选手将进行另外三次投掷 最终的排名将由这六次尝试中的最佳成绩决定 早在第一次尝试中 拱立娇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 他的第一次投掷便达到了18米73 几乎已经确定了他夺冠的前景 与此同时宋家苑也表现出色 他的第一次投掷距离为17米88 已经遥遥领先第三名的印度选手考尔1.63米 在这一轮结束后 拱立娇和宋家苑占据了前两名的位置 给其他选手留下了巨大的压力 随着比赛的进行 拱立娇和宋家苑继续巩固着领先地位 在第二次尝试中 拱立娇刷新了当日决赛的记录 投出了19米12 而宋家苑也投出18米12 拱立娇和宋家苑的双保险策略变得愈发明智 第三名仍然由印度选手巴黎阳占据 尽管他的成绩有所提高 达到了17米36 但仍然无法撼动中国选手的统治 接下来的尝试中 拱立娇再次刷新了自己的成绩 将其提高到了19米38 而宋家苑也有所提升 成绩达到了18米92 在第四次尝试后 已经只剩下8名选手 但拱立娇和宋家苑的领先地位依然不可撼动 在第五次尝试中 拱立娇继续保持领先 他投出了19米52 虽然未能超越他之前的最佳成绩 但依然牢牢占据榜首 然而宋家苑在这一轮中没有成功 没有获得有效成绩 但他仍然坚守在第二名的位置 依然具备争夺银牌的希望 最后一轮的尝试中 宋家苑投出了18米29 虽然未能超越自己的最佳成绩 但这一成绩足以锁定银牌 与此同时 拱立娇再次刷新了当日最佳成绩 来到了19米58 顺利夺得金牌 为中国队再添一枚宝贵的金牌 最终 中国选手拱立娇 获得田径女子牵球的冠军 她的稳定表现和卓越实力 为中国代表团贡献了一枚金牌 而宋家苑则获得银牌 为中国锁定了金银两枚奖牌 印度选手巴立扬表现出色 最终获得季军 为印度代表团贡献了一枚铜牌 这场内战展现了中国选手 在千球项目上的卓越实力 也彰显了中国代表团 在杭州亚运会上的统治地位 两位优秀的选手 拱立娇和宋家苑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竞技表演 他们的出色表现将被铭记在亚运史册中 这次比赛也再次证明 中国田径在世界舞台上 依然有着强大的竞争力 未来可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